好 現在齁 都OK了齁 現在 下蓋很簡單嘛 這是一個方形嘛 下蓋沒有傾斜嘛 對不對 可是請問你 上蓋有沒有傾斜 有對不對 好 有傾斜怎麼辦 要畫什麼 有傾斜要畫什麼 有傾斜要畫什麼 輔助仕途啊 不要忘記了 輔助仕途 記住 我們這裡都把它當作沒看到 你現在只有這一條線跟這一個面的關係 所以記住 不要忘記輔助仕途怎麼畫 好 我們再提醒你一下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土是長成這樣 請問你 它的輔助仕途怎麼畫 第一個是從這裡的斜線 它是它的時長 畫它的什麼 垂直線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長度是 這兩個是同一條線嘛 可是時長是這一條 所以這一條我們不會用嘛 再來 這裡是另外一個時長 我們把這裡再轉樑過來這裡 現在我們畫出來這個框框 姿就是它的輔助仕途 一樣啊 我們就這個概念 好 可是這個老師有講過 講過啊 不管它是什麼形狀 都先把它還原成什麼 方形嘛 所以你看看 我先把它還原成方形 我們就看這個方形喔 跟這條線喔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是先畫它的 垂直線 對不對 好 這邊也是它的垂直線 好 這一段長度是這一段 兩個是一樣的 和時長是這一條 所以這一條不能用 另外一個時長嘛 所以我們就量這裡 好 畫過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如果它是一個方形的話 我們這裡是已經求出它的輔助式 可是它不是方形對不對 這裡是被裁掉 這裡是被裁掉 所以 一樣嘛 這一個 這一個方向的事都是時長 所以我就量這裡 把它量過來 把它量過來 它是對稱的 所以我一直 好 所以把它接起來 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就是上海 所以你看 這一個 是應該接在這邊 對不對 這一條線是接在這一邊 這一邊 或是接在這一邊 當然你可以 畫這個 這個是平的嘛 是這裡 我也可以這裡 直接轉移過來這邊 就好 記住轉移會把 A B 我把這個 假設這個是A點 這裡是V點 這裡是A點 這裡是V點 對不對 一樣這裡是C點 這裡是珠點 我是 因為它是對稱的喔 所以我先量AC AC AC是等於 V珠 AC等於V珠嘛 所以一樣 我先量AC V珠 對不對 好 再來量A珠 A珠嘛 好 A珠 所以你看 已經 交會出一點 另外 這邊也交會出一點 所以 我就可以把它接起來 好 這一個上蓋就畫出來了 好 所以 所以老師為什麼 輔助試圖在 展開圖之前教 就是因為這樣子 展開圖 有時候斜面 就一定要用到 輔助試圖 好 所以同學把它畫出來 試試看